小吴原本酒量很好 可是没想到 才半瓶啤酒下肚 就不省人事了 原来刚才素梅在啤酒里 偷偷地放了迷幻药 到了药性发作 素梅就丢下她不管 于是小吴开始大大失态 不但在公园里 伤风败俗地大跳脱衣物 还抱着一棵树 把它当成素梅猛亲 终于有几个男人 实在看不下去 大约三个月前 店里一个苦追不到素梅的 小伙子小吴 竟然在下班以后跟踪素梅 趁着月黑风高 四下无人之际 呼向素梅 想要强行占有她 素梅先是一惊 极力反抗 但当她看清楚 对方竟是酒店里的同事时 她不反抗 反而嗲声嗲气 怪小吴不懂得怜香惜玉 还叫她别那么猴急 想谈谈心就找个浪漫一点的地方来慢慢谈 原本色欲攻心的小吴 听到素梅这么一说 受宠若惊 直觉真是飞来厌辅 于是在素梅的带领下 先在一家便利商店 买了几罐啤酒 然后到一处情侣常去的公园 摟着素梅花钱月下的弹心 小吴原本酒量很好 可是没想到才半瓶啤酒下肚 就不省人事了 等到小吴醒了过来 竟然只穿了一条内裤 被人抓到警察局里 小吴障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直到警察严厉地告诫她 不可以吃迷幻药 她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刚才素梅在啤酒里 偷偷地放了迷幻药 到了药性发作 素梅就丢下她不管了 于是小吴开始大大失态 不但在公园里 伤风败俗地大跳脱衣物 还抱着一棵树 把她当成素梅猛亲 终于有几个男人 实在看不下去 上前把小吴毒打不顿 还把她扭送警察去 这件事 小吴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不过却把素梅恨得牙痒痒 只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素梅就从此消失不见了 素梅的妈妈淑琴 是素梅爸爸离婚后再娶的老婆 而年长素梅七岁的温素英 就是素梅同父异母的姐姐 或许觉得后母难为吧 所以孰琴对素英总是客客气气的 不好意思加以管束 她让素英完全顺着本身的意愿成长 并且将全父的心力 通通投注在素梅身上 因此打从素梅有记忆以来 她就在妈妈的束缚 以及一板一眼的规定下成长 小素梅从小就像个被定时的机器娃娃一般 几点上床睡觉 几点起床 起床后还得按照妈妈的方式叠棉被 错了就重来 她真是不懂 棉被干嘛要叠 反正晚上睡觉就又乱了 还有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零食可以吃 但妈妈却说 那些东西没营养不准吃呢 东西好吃不就行了 管它什么营养不营养 总之小素梅所有的生活起居 都在妈妈缜密的评管之下 不让她有一丝丝不良特质产生 终于小素梅长大了 她开始明目张胆地和父母抗争 也常常翘课翘驾 赎情为此痛心不已 但现在素梅长大了 实在是管不动了 但是她总认为 是坏朋友把素梅带坏了 然而在素梅高二那年 她跟一群阿飞型的男女 在镇上的地下舞厅 被妈妈逮得正着 母女俩的关系 也因此而正式决裂 表演 你是什么样子啊 什么样子 年轻人不让得奇怪 你 你要欺负我是不是 走 跟我回家 原来这么丢人现眼 不要啦 你找不到 走我回家 不要啦 让我一下你自己回去 不要管我 不要管你 你是我女儿呀 我怎么能不管你呀 你以为你是把命了是不是 我管你 只有我爱你 为你好 你知不知道啊 爱我 为我好 好 那就请你不要再爱我 不要再为我好 我就快受不了了 从你站的地方 我就不能呼吸 快窒息了 你知不知道啊 素梅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我是实话实说 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再也受不了了 你知不知道 从小到大 我又过得多痛苦啊 我好羡慕姐姐 我拜托你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让我可以跟姐姐一样 自己想过自己的生活 好不好 你 你 素梅的妈妈 错愕地看着眼前的女儿 她不敢相信素梅 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也着实不明白 为什么她对女儿 投注了全部的心力及关注 竟然只是让女儿透不过气 为什么女儿反而羡慕自己 从不加以关心的素一 素梅的妈妈 一颗心被绞得好痛 她落下绝望的泪水 无奈地离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